朕命你要吴三桂明年一开春就拔债而起 他所需要的费用要多少统统给他 就在康熙最终采用周培公之计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周培公又说起了心中最后的顾虑 假如吴三桂拿了朝廷的银子仍然不肯撤翻呢 朕是拿大清的安危打赌 赌的是吴三桂不反 万一皇上赌输了呢 周培公你放肆 培公啊你应该学学所中他 康熙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 在他看来要钱给了要人也给了 那吴三桂还不得乖乖的配合撤翻 可是周培公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没有知道皇帝的底牌之前他不敢赌 况且他才刚刚上岗 好不容易领了一个那大臣的俸禄 可不想这么早早的失业 只有清楚的明白皇帝的底牌 才好对症下药 面对一根筋的直肠子 康熙也知道不说不行了 有些事就得趁年轻去做 朕现在还有这个闯进 就怕以后没有了冲动 闯不动了 所以假如祸事不可免的话 朕情愿他早点来 那个时候做事就会畏手畏脚 所以我可不想再拉着你去垫背 虽然皇帝很年轻 但是他有一颗雄心壮志 正因如此 反而迫切的需要人才去帮他冲锋陷阵 周培公心里有了数 准备大干一场 说干就干 当天晚上 康熙就安排大家全体加班 由周培公负责大家的夜宵 就这样 皇帝亲自带头 众人当晚就开始熬灯拔腊 起草作折 次日一早就安排 把朝廷的相关决议发给诸国志 由他全权办理吴三桂撤翻事宜 当吴三桂接到诸国志 转来朝廷的批复时 很是惊讶了一番 六百艘船 五百万银两都已经掉拨妥当了 凡是凭希望所要的 没有一样落下 在他看来 朝廷怎么着 也得缓上个两三年才会回复 在这之前 居然没有得到一点风声 可是事已至此 踢出去的皮球又被踢了回来 他不得不做点什么了 当场同意与二月二这一日开始撤翻 为了稳住诸国志 还把自己的平息王大应退 还给了朝廷 扬言今后不再截至云归的大军 请朝廷放心 但是他真能乖乖的就范吗 就在诸国志走后 当即下了一道命令 一刻封锁 云归两省各官要要到 从现在起 只准进不准处